哈囉,大家好,我是波皮 今天呢,要教大家如何在趕時間的情況下 在一分鐘之內打造出浪漫飄逸的這種捲法喔 就是像我們有時候啊 呃,就是如果要出門 可是已經很趕時間 可是就是髮尾這樣子 直直塌塌的看起來就會比較沒有精神嘛 那今天就是要用比較快速的方法 來解救就是這種看起來很邋遢的頭髮 那其實最好的話呢 是在上妝的時候 就是你還是化妝的時候 就可以先把電棒給溢熱 那我們現在等電棒溢熱的時候 先把頭髮噴上一些護髮的噴霧啊 或是護髮油、化妝水之類的 就是讓頭髮有一層薄的 來試一下 化妝水噴好以後呢 像我頭髮比較少嘛 那我就是大致上把它分成兩邊 兩邊再各分成兩份 所以總共就是四份 分成四份就可以 分成四份以後呢 就拿起電棒 拿起電棒看喜歡 它內捲或外捲都可以無所謂 我自己是習慣 一邊內捲一邊外捲 然後 就這樣稍微捲上來一點點 只要一點點就好 然後 OK好 稍微給它熱一下以後呢 就可以放下來 讓它有一點點捲度就好 然後另外 另外搓也是一樣 就是 以快的速度 把它稍微捲一兩次上來 然後稍微熱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有捲度就好 好 那像這樣子啊 其實很快的 我們髮尾就看好了 那如果說 現在拍不太到尾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更自然一點的話 你可以等它冷卻以後 稍微用手指頭撥鬆 它就會有自然的捲度 但是其實又非常省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一分鐘 教大家就是 打造出這個捲髮 教學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真的很快吧 因為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要分很多層的話 你就要捲很多次 就要花很多時間 但如果說你只捲髮尾一點點的話 它看起來其實就不會說 直直的看起來 好像沒精神 或是很邋遢 但其實你只捲髮尾的話 你分成四份 很快就可以把 你所有的頭髮都捲好了 真的你大概只要一分鐘都可以捲好 完全不誇張這樣子 那就是 如果說啊 你想要了解更多 髮型的教學 更多美容方面的資訊的話呢 歡迎上我的個人網站去看 個人網站在這邊 有很多很多資訊可以給你看 那如果說呢 想要 就是 我現在在講什麼 OK 後面就是狗一直在打架 讓我有點分心 好 那就是 我們每個禮拜五呢 都會更新影片 如果說你想要 不露接我們的訊息的話呢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今天就不抓狗了 狗在後面 一定要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OK 掰掰 給我 買了 電闔 Bich 這個 這個 的 那個 搶 我們 剛剛 進來 ỏ 我們 說 膠